好 剛剛我們提到了 所謂的行星的定義 在這個會議之中 除了定義行星之外 又定義了一個新的叫做 矮行星 什麼叫矮行星 第一 到太陽 廢話 第二 夠大顆 也算廢話 第三個叫做重點 沒有清乾淨 沒有清乾淨 同時它不是衛星 不是衛星 矮行星 在當時就是有 當時有三個 一個就是冥王星 還有那個害冥王星被幹掉的那個 惡里斯 琴娜 還有小行星裡面最大的那顆 古神星 都列作矮行星的範圍 矮行星範圍 冥王星就是海王星那天裡面的矮行星 最重要的代表信天 OK 然後呢 後來要多了兩顆 所以目前有五顆 我大概已經到這裡為止了 以後再一次我也不會再往它起來 因為這樣太痛苦了 OK 就到這邊 現在目前是五個 看一下就好 這也不會考你 你知道一下 目前有五顆了 來 行星 重點就是那個怎麼樣 行星跟海星應該放在哪裡 有沒有清乾淨 有沒有清乾淨 我記得是剛剛講過的 古神星 小行星最大顆 它算升級 原來小行星 結果升級叫做矮行星 霓王星呢 降級 本來叫行星 降級叫做矮行星 氣神星就是你還不夠資格叫行星啦 你叫做矮行星啦 就它派那個霓王星被降級就是它 然後惡里斯 惡里斯 好 氣神星 好 矮行星跟行星的最大差別 就是有沒有清乾淨 水星繞太陽的軌道上 基本上就是一顆水星在繞 旁邊的渣渣要不然就被吸進來 要不然就被甩出去 沒有別的東西 基本上沒有別的東西 那這樣子 所以要清乾淨 可是像冥王星這種 它是庫柏代小天子 或者是像古神星啊 它是小天帶 小天帶上除了它之外 旁邊還有一大堆一大堆的小天星啊 一大堆在一起在那邊繞啊 所以沒有清乾淨 然後呢 沒有清乾淨 所以冥王星它是庫柏代天女之一 所以除了它之外 旁邊還有好多好多的東西在那邊 所以它沒有把它清乾淨 沒有把它清乾淨 所以它就只要做矮行星 所以行星跟小星的最大差別 就是有沒有清乾淨 然後呢 沒有沒有清乾淨 OK 後來我們搞一個叫類冥王星 我個人的拼見是認為 搞這個玩意是用來安撫美國人用力 因為美國人很想把冥王星恢復它的行星地位 它是美國人的驕傲 可是 好 你不要吵了 你冥王星很重要 因為它有個類冥王星 你看 類不差不多 很重要 特別有一類喔 這一類呢 就是 繞太陽 軌道比海王星大 然後呢 怎樣怎樣怎樣 也是個矮行星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安撫美國人用力 因為我剛才教了五個矮行星對不對 只有一顆不是 古神星不是 其他四顆都是 那不很好笑嗎 你們叫海行星 除了這一顆之外 你們都叫做類冥王星 那搞在幹嘛 所以我個人偏見 這個是用來安撫美國人用的 你麥克風灰啊 你冥王星很重要 你冥王星很重要 有特別一類 看到沒有 特別有一類喔 所以呢 就不要跟我吵了 所以我個人偏見 這是安撫美國人用的 你聽過就可以了 就是所謂的 告訴你 矮行星跟行星的差別 介紹一下 什麼叫矮行星 介紹一下 什麼叫類冥王星 OK